我爸我妈也看到这么多家人支持我的鼓励我的情况下 他们也会感到开心 然后不管我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女孩 他们看到我的快乐 他们也会支持的 来我想问一下直播间 我爸爸妈妈妈在不在 在的话报应好不好 我的爸爸妈妈妈来到直播间了没有 在的话打个在好吧 在的话打个在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 你们要在直播间 我的爸爸妈妈妈来到了直播间没有 你们的好儿子阿伟我来了 在的话打个在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鲜花走来了 耳梅耳梅马上就到了 家人们耳梅那个我们叫小帕和 小帕小我们叫小帕他们去接了 已经有一百个了 然后 二十分钟左右 我叫他们开快一点 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到现场 今天晚上我希望大家 等一下公平上全部都是 祝福的 祝福的话语对不对 祝福的话语对 家人们 你们想不想看见阿妹 想的话我们打在公平上面好不好 想不想看见阿妹 想不想看见阿伟 在家人们表白 也要像习木中他觉得真的可以手气着守着那个对象表白 你们也应该很久没有看到过我的笑容了吧 此时此刻也会忘不了所有支持阿伯的家人们 也许你们公平上打两个字支持帮助了我很多真的 因为你们给了阿伯 就是妻妻和朋友和父母的祝福 不支持不祝福的话真的不会祝福的 所以这么多家人们祝福我 祝福我们的情况下 我也和有勇气 站在这里跟大家说话 知道吧 家人们 你们觉得对不对 阿伯 有你们的祝福 他今天晚上 对不对 能不能 感受出他所有的心里话 他敢不敢 家人们说一下 然后家人们 我希望家人们 今天我们除了祝福 我们还要有对不对 还要有更多的是支持 知道不 还有更多的是支持 因为 阿伯 我想问你一下 现在阿伯还没来 我想问你一句话 真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一下心里话 你喜欢阿伯 不是赌气 不是对不对 是这个真心实意的 对 是不是 如果说 阿伯 等一下收下你这些话 但你不能让家人们失望 因为这是所有的家人们 他们 一直在直播界的陪伴 你才有的这个底气 对 是不是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阿伯刚刚说了 对不对 说实话 其实 我是一个 我会换回思考的一个男人 有时候 首先 就比如说 我不管怎么喜欢一个女孩 只要我家人不支持 不祝福 或者就是 诡异家人们不祝福的话 我也感不到开心的 因为我知道 家人们是一路看过来的 知道吧 直播间八千多个人 那么 首先他们也看得到 对不对 对 八不八配各方面的 对 所以他们支持的情况下 肯定是八配的 不是 我跟你说 还有一点 我为什么说直播界家人们的祝福 你觉得能够什么 能够幸福下去 因为直播界家人们的野光 他们是赚亮的 他们是把你当儿子一样看 对 所以说他们不是不会骗你的 懂不懂 今天晚上是你们儿子 娶媳妇了 什么叫娶媳妇 表白表白表白 你等一下都吓到人家 家人们今天是表白了 今天是表白 今天晚上你们的儿子 表白了 那么也就是我的意思做到第一步 第一关 第一关 第一关过了就第二关 第三关你们懂的啊 拿捏的死死的 十包间 九千人了 什么叫拿捏的死死的是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 不会让他们失望 家人们听到没有 阿伟在 九千人的直播界里面 他跟大家在说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懂不懂 不会让你们失望 直播收到家人们 所以说 你们要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是期盼 期盼我们阿伟兄弟 对不对 能够幸福下去 因为一个男人 家人们会说 我为什么希望他幸福 因为阿伟是我的合作伙伴 知道不 又是我的好兄弟 只有他幸福了 他才能干啥 家人们 他家和万事新的之后 他才能够安安心心的 跟我一起 对不对 我们干出来一番大事 对不对 家人们是不是 只有这样子之后 阿伟才会干出一番大事 阿伟才可以 对不对 你们看到我的笑容没有 看到我的笑容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么的开心 多么的愉快 家人们 我想偷偷的问一句你们 你们在屏幕前 你们有没有开心 你们有没有快乐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这样子笑一下 有没有笑一下 有没有笑一下 某人良心说 你们此时此刻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打两个字开心 来 开心家人们 十八千 九千三百人 马上一万人了 开不开心 开心 打两个字开心 好不好 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梦了好久 终于把梦视线 且图满满人 我藏青灰 还有你在身旁 好久 终于盼到今天 梦了好久 终于把梦视线 且图满人 梦了好久 终于把梦视线 人只要经历 一些东西 才能找到 属于我们阿伟兄弟的真爱 所以说阿伟 他马上要开启 他人生的另一段路程了 家人们 你们一定会支持他 是不是 说实话 就是 那个 你妹也知道 说实话 二妹的话 也是比我小很多 知道吧 比我小很多 他才十九岁 他才十九岁 比我小很多岁 但是 我觉得年龄不是未提 身高不是距离 真正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 你配不上我 我配不上你 咱们不收这些 好吧 主要是 两个人相互喜欢就可以了 我 我 二妹没有说过喜欢我 不是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呢 从他眼神里面看得出来 他对我 还是有 那么一点点 他是不善于表达 对 二妹我跟你说 家人们 你们觉得 我说一句话 你们觉得对不对 真正的爱情 是两颗星相互靠近 知不知道 对 对 家人们 真正的爱情 是两颗星的相互靠近 相互融合 然后还有 是相互什么 是相互切就 阿伟他 我在 这个 这个叫雷伯西 在他们老家 我待了差不多四天了吧 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 阿伟这个人 对不对 他不会向别人服输的 但是 我看到了 阿伟 他 已经在 切就 阿妹了 知道吗 他已经在切就 阿妹了 家人们 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头 知道不 他已经慢慢的开始在切就阿妹了 阿妹因为是小孩子 他 可能是小女孩吧 应该 对不对 他有时候有一些小脾气 但是阿伟 没有去顶撞他 阿伟 就是用他的心去感化他家人们 知道吗 他有时候 对不对 我真的你们家人们 你们没有 你们不知道 早上有时候 阿妹他一起床 对不对 阿伟 他有时候给他做了一些早餐 给他送过来 家人们 你们真的 你们有没有结果 像阿伟 这个时候 我没结果 是什么让你变成了 这个样子 是爱情吗 首先是这样子 你们也知道我一路走来 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重臣周易的一个男人 我也不想就是三心二意的 我选择一个人 我就要走到底 但是有时候 我走不动的时候 我 我放弃了 我也不会回头的 知道吧 啊 那么大家看我一路走来的 但是 怎么说呢 点点净净风风雨 2023年是 也让我最难忘的一年 也让我失 失望了很多东西 但是也让我成长了很多 知道吧 家人们 说实话 那种一路走来的 这个纪念 是让我成长了很多的一年 所以呢 我觉得 书才能让一个人成长 是的 所以我不怕输 我也不会放弃自己 知道吧 我要给自己说一句加油 不管是事业也好 爱情也好 我会越来越好的 家人们 家人们 来 我们现在直播节 9874个人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突破一万人 家人们 我跟家人们说一句话 对不对 阿伟他这个人 他深深的知道 失败是成功之谋 但是阿伟 他永远都用真心 去对待每一份感情 这个就是你们儿子 最大的 对不对 一个品质知道不 最好的一个品质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 只要真心一对 我们绝对 对不对 能对得起自己 家人们 来 还上七个人 就突破一万人了 阿伟 突破了一万人 感谢辛苦了 那个 我说句心里话啊 我觉得做人做事 不管是对你的爱人也好 对你的父母也好 对你的所有妻婆好友也好 要真心 化真心 西化西才能够化到真心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不管对我的爱人也好 对我的粉丝家人们也好 也许可能有时候 呃 家人人太多了 我每个人都照顾不过来 但是我也全力以赴 大家也理解 好吧 然后呢 不管对我心魔中的那个她 我觉得 呃 两个人 要走到一起 要 下腹包容 下腹理解 知道吧 呃 两颗心 慢慢的靠近 才会 得到 更好的幸福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所以我相信 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 但是我觉得下腹包容 下腹理解 才会得到幸福 所以呢 呃 我觉得 呃 首先我做好自己 对吧 嗯 其他的交给天一吧 阿伟 这句话的意思家人们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阿伟 首先 是做好自己 然后 绝对 不会让你们失望 知道吗 因为阿伟 他这个人知道 他一生走下去 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 我跟阿伟 不不止一次两次的说过 说过一些家人们的意见 也说过 我跟他说的一些真心话 我说阿伟 我说你要记得 公开了 借走了 就回不了头了 阿伟说 他愿意知道吗 他说他愿意 不管怎么样 他都觉得他值得 知道不 家人们 他支持我上他的身上 我感觉到这个 确实 他正在发生改变 家人们懂不懂 而且家人们还有点 家人们不是啰嗦 是阿伟 他有时候 他的一些心理话 他今天有点激动 知道吗 他不敢说出来 所以说 借着我的嘴 向大家表达一下 因为毕竟我是 对不对 MCC的主持人嘛 对不对 家人们是不是 对 开工没有回头键 我们希望 借射出了 射到的是月亮指射好不好 射到的是两颗星 相连在一起 行不行家人们 反正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学 今天呢 说实话 今天 说实话 很多粉丝 很多家人卖 我的甜粉卖 我的爸爸妈妈卖 就是 订阅